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经理 您好 好啊 小焦 姜师傅都认可你了 我这边没问题 先试用三个月 明天就来上班 喂 我是欧阳 是我 嘉慧 不是说不联系了吗 你怎么又找我呢 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我找到工作了 东方红大食堂 现在又赶回去要太风酒家了 姜厚荣 姜师傅您说过吗 给周总理做过菜的 他说我做学徒了 太好了 嘉慧 真的太好了 你终于找到工作了 所以我才忍不住给你打这个电话 你还好吗 挺好的 除了想你 我更想你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嘉慧 别让我等太长时间 我也不小 还是要祝贺你 我会好好干的 你总是充满能量 真有那么多 我希望能给你一点 好了 好了 不多说了 我挂了啊 老鹏啊 你看这件事情现在怎么收场 我们家会都做到 没跟欧阳来往 你看你这边是不是也应该做点 慢慢来 不着急 新华把那幅画还给我这事就好办了 那咱们那个欠条还做不做书 你要是反悔 我还不答应呢 我都等了快三年了 说的就是这个 你再过几个月日子就到了 到时候我能拿得出这笔钱 你能不能拿到那幅画啊 老赵啊 我们家新华不是傻子 不那么好骗 你说他要是把画还给了我 那你们家嘉慧和欧阳 那不还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那咱们还有什么好谈的 有的谈 当然有的谈了 我是这么想的 让你家嘉慧啊 写个保证 保证不来破坏新华的家庭 这样新华就有了一个定心玩 心里就踏实了 最好啊 让欧阳也签个字 你真要叫嘉慧写这个保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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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新华一时半会儿 不会把这幅画怎么样 嘉慧还等着我这边 是啊 你也别太伤感地找那个老鹏啊 你是越急啊越被动 老鹏那人你又不是不清楚 太难够想这钱呢 都快想三年了啊 趁一趁 急了他自己也会想办法的 对吧 我就跟他说 不写保证书 根本甭想拿到那幅画 赵嘉慧得签字 那边欧阳也得签个字 赵嘉慧他爸答应了 他能不答应吗 画在咱们手里啊 他能有什么办法 也就是咱们家 没理应能说成有理 你到底是哪一家的啊 你怎么胳膊肘老王卖管啊你 和美华 你以后少跟他们家老三鬼混 什么叫鬼混 能说得再难听点吗 你自己看着办吧啊 就咱家现在跟赵嘉这关系 人家爹妈能让你过去当儿媳妇啊 别车哪儿去了 我才不稀罕呢 要我舔着脸巴着人家 我死都干不出来 说谁呢你 行 行 睡觉去 老大 咱们不跟他吵 咱们现在要做最好的争取 同时要做最坏的打算 当我两天干部 这么有水平的话 你也说得出来 你说老大 你不能见谁 你跟谁开伙啊 咱们俩是一边的 最坏的打算 我就没想过 你得想 你得给自个儿留个后路 留什么后路啊 欧阳临时要想找我离婚的话 我就抱着贫贫跳河 行 行 行 这个话是在外边吓唬别人的 你自己可千万不能真这么想 那我能怎么办 万一到最后 他要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说 欧阳他要是铁了心 吃了乘托 他非要跟咱们离 爸 我就退休 我让你去 我让你回到这边 我让你去 后来 我让你去 他又来 都是脱了 感觉 我自己没有 我这个话 你就 你 要不然你还是 别说了 好好好 等等 等等 把这个带上 不是 今年的毛巾真好 给我喝啊 中午困了就喝点茶 可不能让师父看见你大哈欠 留神烫 那我走了啊 去吧 妈 我走了啊 来 来 你给我上吃 这带也太好了 你给家伙留住 别你吃 后厨都是男同事 你得长点力气啊 来 拿着 帮我走了啊 是 我说第一天不能迟到的 帮我走了 走了 好 好 你还可以 他怎么能吃 走 快快点 坐 快点 快走 走 canceled 快点 雨 你 快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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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快点 我跟你们一块宅吧 姜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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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啊 怎么样啊 我 来 我给你个任务 你把这些碗块洗干净 煮一下 你看这油腻腻的 那顾客怎么下手啊 以后啊 必须每天得消毒 你来负责 我会抽查的 哎 你来负责 我来负责 我来负责 你来负责 你也来负责 你会负责 你给负责 你来负责 我来负责 我给你负责 我来负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福里饮饼不用蒸的 但是我从北京不是给你带回来过吗 忘了 不好 就是要把它藏到抽屉里 留给知火吃 没关系 到时候再拿出来她一会儿就忘了 妈妈好像看上去好多了 是啊 好多 但是春天的时候发得更厉害一点 妈 小丽 快 给女儿烧饭吃 我来吧 我来 不不不不 你快回来 给爸爸说个话 先休息休息 爸 表园呢 这小兔崽子 不知道也到哪儿去了 不管她了 谢谢啊 嗯 这次在学校里考试排名第几啊 我考了第二 哦 那第一是谁啊 佳人 是吗 哼 这小子 儿子 洗手 家好的 她跟大姐去导航了 她说要洗得香喷喷的见大哥 家信呢 妈 家信呢 我让她去打酒去了 妈给你刷的红杉肉 待会儿啊 陪你爸爸好好喝几杯 味道香味儿了已经 哎呦 被别糊了 孩子家里好啊爸 这北京特别干 嗯 火车越往南开啊 空气就越湿润 走进咱们巷子 心里踏实多了 哼 你们年轻人 怎么现在弄得跟老年人似的 跟你一样 我就说老大 是跟你一个 模子里刻出来 你看那样 家会还好吗 好 工作也转正了 后厨干是辛苦了点 但是这工作 她也算是正式工作 对吧 嗯 那侯娘那边呢 还跟老婆娘们在那儿僵住 儿子啊 那小妈找到了吗 爸 妈 嗯 我跟星星 这小娜从我们家走了以后 这几年一直也没有消息 所以我 大学不允许同学之间谈对象 所以我本星星就没公开 爸爸 嗯 在大学里 不是特别看重排名 怎么不看重 学生的主要任务不就是学习吗 大学生不想初中生高中生 没人管了 那就更要自己管好自己 嗯 嗯 在心里 我让你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学习上 不要受到别的东西的影响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 星星知道吧 你跟小妈以前登记过 嗯 嗯 这结婚证上 这次回来我跑一趟 找找派出所 把户口给改过来 嗯 星星她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们 嗯 在北京 她也去医院勤工俭学 挣来的钱用我的名字 给咱家寄过来 这孩子 我说呢 要你别寄了 还往家里寄呢 星星这孩子 从小就是个好孩子 是 是吧 因为你们俩现在在一起念书 也有共同语言 嗯 我们做家长的没意见 关键是看叶叔叔 爸 嗯 没事 我就是想问问您 落实政策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也急死了 我们每个礼拜都往示威跑 排队的人太多了 您别太急 嗯 不差这几天 我这辈子 我就是想急着 把头上这点右派分子的帽子 给摘掉 平平安安过剩下的日子 星星你不一样 你是我们叶家的希望 爸爸我会努力的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 都要注意影响 别跟隔壁那小子走得太近 明白吗 我知道 今天早上 爸爸在菜市场给你买了一条非洲鲫鱼 糖醋好不好 太好了 爸爸亲自给你下厨座 好 你也去拿个杯子 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 来了来了 好 喝 不奉申了 来 再来 碰红了 来 爸 爸 我也来碰你 哥 哥 什么哥啊 你也想喝呀 滚球走着呢 可以 你让他们喝酒咱们吃菜 快吃快吃 必须的吧 妈 还加了花生壳呢 秋天就睡好了 就等着你回来了 对 小慧 这里面有你做菜吗 有妈在呢 哪有我商造菜的份 单位呢 掌握少吗 更没我的份了 起了两个月的碗块 我这个月终于轮到切菜了 终于煮了菜 昨天会切的 是吗 这刀工赶上咱妈了 等你明年放假回来 让你妹给你做一大桌菜 加信 再拿两个杯子 我跟你姐也喝一杯 好嘞 好嘞 妈 你太看得起我 还一大桌菜 我一道吧 有一道菜还行 别谦虚啊 张家慧 我专门打听了一下 现在整个同事 没有一个女大厨 你是头一个 我现在还打咋呢 能不能当大厨谁知道了 对啊 我说一句啊 这个做饭呢 都是咱们女的啊 当大厨的都是男的 妈要是年轻十岁啊 我非得做那个头一个 那爸好 你现在也来得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 妈 好 头一个 头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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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什么呢 白天师傅说了 怎么发墨鱼损的那些干货 正好记一下 在后厨干吃的小马 都是力气活啊 力气活我倒不怕 就怕脑子不够用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也知道吧 学习不怎么样 这跟上学背书又不是一回事 对了 好久没结婚忙了 这两天我想跟她去一去 她可能不在 最近也挺忙的 往北京跑也往省里跑 一直忙着那些话呢 当为让吗 她在省里拿奖了 所以领导还是挺支持的 只要不耽误工作 你们还见面吗 有时候打个电话 好过以前了 阿哥 那时候我刚天说她结婚 以为她不要我了 心都灰了 但是现在我知道她想我 我也想她 还是有盼头的 都是因为我 把采拔那张画给了朋友中的 哥 如果换做你是我 你也会这么做的 对吗 那红姐 后来给你写过信吗 那她出国的事 你还不打算告诉爸妈 你有必要给她们说吗 那她们怎么想我通了 以前你跟纳红姐 那么 现在又跟星星 大家不是都觉得 或者这种事 男的比女的容易放下 但你放下了吗 星星真的很好 你说的是另一件事 哥 在我这儿 只有一件事 就是欧阳 所以 你别担心我 我心里没你苦 我心里没你苦 来了 欧阳去省里了吧 哦 是 我去帮她收拾收拾 我去帮她 你去帮她 我去帮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 他今天请假了 没有去上班 怎么了 他着急落实政策 让我陪他去趟市委 我找个理由 就溜出来了 你应该陪他去的 他每周都去 人家不会因为 家里回来了个大学生 就提前帮他处理 有你陪他去 耶叔心里总会踏实一些 下次吧 我约好了你 又不来 我爱你的人等你着急 我会跟你说这些 你不跟我说 你跟谁说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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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老大呢 怎么回家了不见人 啊 啊 星星 她不在家 嗯 去同学家借书了 我跟你说个事儿 你这又怎么了 欧阳飞是我在外面偷人 她又跟赵家那丫头搞上了 啊 丁一哥 你看啊 这臭流氓 这不 这不穿衣服的 她 她也敢画呀 反正她不是偷赵家伙 她就是去偷别人 就是不要我 她说不想要就不想要了 她说了算吗 我就把这本本我 我往派出所这么一交 就不判她个流氓罪 不关她个三年五年 我就不姓彭 爸 我不要 千万别这样 她去吃牢饭了 我跟萍萍吃什么呀 哼 那倒也是 她就是再流氓 她也知道把每个月 发的工资分给你一半 她就是再流氓 她也知道那个萍萍 不是她的种 她也养着 哎呀 爸 你别再说这事儿了 你非得让全巷子的人 都听见啊 你就把她送到派出所里去 把她惹急了 她不太把我这点事 全捅出去啊 我这还有一件麻烦事 没跟你说呢 什么事儿 楼下的叶星星和赵佳人 两个人 这个 真的 你怎么知道啊 我看见了呗 两个人在河边上约会呢 手拉着手 那这么说 她们俩家要成亲家了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呢 她们俩家要成了一家 那我那张画我 我算数了 我怕的就是这个 老叶把她闺女给了赵家 她还好意思让老赵来给我送钱 她闺女给赵家当了媳妇 那还有好日子锅 疼疼疼疼 我再想想 你忙想了 我走这一路 我全想明白了 她们两家要真成了亲家 咱们手里的那张牌十有八九就废了 那张画人家不要了 那她说欧阳想跟我离婚就离婚 想去找赵家慧就去找赵家慧 你就不要再提那个欧阳了 她不找赵家慧她也找别的女人去 最不划算的就是给我那六百块钱 一百斤全国粮票全泡汤了 我全怪你 爸 那我们怎么办啊 你快点想想办法啊 我想办法 我想办法你能听啊 我听啊爸 只要欧阳不跟我离婚 你说什么我都听 你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 不离又怎么样 他不还到外面去乱搞吗 欧阳要是不高兴不分给你钱 你又怎么样 你这个死脑筋呢你 爸 那怎么办啊 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啊 想办法 那你把画给我 干嘛 我换钱去 赵叔叔能答应 那赵家人和 叶星星两个人偷着在外边约会 那老赵他们肯定不知道 你把画一给我 我往老赵那一搁 我把钱就换回来了 那我有什么 你有什么 是啊 你是把那六百块钱拿回来了 你就算分给我一半 够我吃几年的呀 我又没有工作 我还带着评语呢 你要不赶紧着 那连六百块钱都没有了 那你让我顶你的值 爸 你就算退休了 那不是还有退休工资呢吧 你要是让我顶你的值 以后除了那每个月十块钱的伙食费 我再给你交五块钱 那好吧 你把画藏哪儿了 你赶快去拿去 我好去找老赵谭 好 我现在就去拿去 家义家好吃饭了 家人哪 你儿子 约会去了 老赵 回来了 老赵 怎么了 我跟你说个事 好不容易 我把我们家老大的思想工作 给做通了 他统一把那个画还给我了 你拿到手了吗 随时我都可以拿过来 不过要越快越好 天知道我们家老大 什么时候又变了卦 这样 我让老唐啊 下午请个假 去趟银行把钱取出来 晚上怎么样 就这么说定了 就这么着 就这么着 好 好 合适 妈 会不会太艳了 好看 我女儿长得漂亮 穿什么都好 好 好 妈说了算 爸爸 回来了 爸 我去把菜热热 我去吧 啊 爸爸 您别着急 早一点晚一点 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 我们再等等嘛 爸 爸 我有件事情 都想瞒着您 我在和家人 谈朋友 不过没有公开学校不知道 爸爸 什么时候的时间 什么时候的时间 我怎么不知道 还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是想快放假了 想回家跟您说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你谈都谈了 我 你想征求我的意见 你想让我这个 当爸爸的表明态度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爸爸 是我不好 我应该早告诉你 我的女儿怎么可能跟姓赵的 你不知道我们两家 以前是什么关系啊 爸爸 你不应该有这种风险思想 怎么 你要批逗我呀 你要给我扣帽子 爸爸你怎么这么说呀 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是右派 我被冤枉了二十年 爸爸 爸爸 经常我到洛世政策办公室 他们告诉我 查了我的档案 说是有群众揭发的 我的所谓的右派言论 但是根本就没有找到 把我定为右派的批施 那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说 像我这种情况不多 但也不是没有 也许当时是想把我打成右派 可不知道怎么搞得又漏掉了 或者是某个领导认为 我的错误性质还不够严重 留待查看是预备右派 爸爸 那是谁 说您是右派的 总得有第一个这么说的人吧 他有什么证据啊 现在这都是一笔糊涂账 他们也许当时是搞错了 也就是这个错误 让我和我们叶家 吃了整整二十年的苦头 我就是因为这个 才被大臣右派 戴上了右派帽子 压得我整整二十年 喘不过气来 现在好不容易轮到平反了 可我居然又不是右派了 我想摘得 这帽子可爱 妈 妈 你不是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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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零一 我们家不是右派了 你不是右派了 我们家不是右派 这家好好的 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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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告诉知华 这家知华就 就能转学了 妈 你去找知华 妈 你告诉你 妈 我这是什么病啊 爸爸 爸爸 难过 爸 这是好事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没犯错误 你往宽处想 这事再说也没用 现在醒醒 你是我们家最重要的 我才同学你 你跟佳人的事 我不同意 他怎么还不过来 我去看看 哎哟 这不等你半天怎么才来呀 东西呢 新华变卦了 他不肯把画给我 这怎么又变卦了呀 我都把钱举出来了 你看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 我一直做工作做到刚才 他 他不干他抱着画就跑了 不是 他卡在哪儿了现在 钱呗 老鹏 新华嫌钱太少了 钱 还少啊 就这六百块钱 我们全家都能 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啊 老鹏 钱我们都是商量好的 你我签字画压了 这个东西都能变 那我们什么还能做数呢 老赵 你说的对 全对 可是 可是问题现在是 话不在我手里 我说了不算哪 可是 这话又说回来了 我不是护着我们家新华啊 他也有他的道理 你们想想 他把画往我们手里一交 平平他爸爸和你们家家会 那就撒开了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他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 你让他怎么过呀 我们家新华 想加点钱 也算他退了一步 要是他说死了 他都不把画还给我们 给多少钱他都不给 那咱不也干瞪眼 没办法吗 你加多少 这我还真不好说 不是 你倒直说呀 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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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疯了 唐姐 你跟我发什么伙 不是我 那狗鸡呢 还跳墙了 我们家新华人人没了 钱钱没了 他什么事他干不出来啊 老婆 你别吓唬我们老赵 那会儿我们不要了 要撕 你就叫新华撕了吧 两千块钱 这么多钱 我 我不跟你们倒我的枯水了啊 得了 你们两口子 你们合计合计啊 我该怎么 我 我先走了 唐姐 我先走了 真是把我们当年主宰了 我爸今天心情不好 怎么了 今天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告诉我爸爸 说他不是有派 这些年 受的这些罪 全都白受了 这怎么也能搞错 谁知道 谁知道 反正 导案已经查过了 里面有一些群众的揭发材料 证明我爸爸当时说过一些反对公司合营的话 可能是因为材料不轻不重吧 就没有给他定成右派 你知道 有一种说法叫做内定右派 那就这么不清不楚地被当成右派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摘帽子 他连帽子都没得摘 星星 这个时候 你得多安慰你爸 啊 早知道我就不跟他说了 你把我们俩的生意给他们说了 好